中国的校车接连发生重大事故 12月12日傍晚 江苏徐州市一辆满载学生的校车 发生翻车事故 据媒体公布死亡人数达15人 中国校车安全的问题再度亮起了烘灯 12号下午6点多 江苏徐州市封县首县后臀北 发生起校车翻车重大车祸 事故车辆为首县镇中心小学的校车 媒体报道 因为躲避一辆三轮车 校车发生侧翻滑入路边泥潭 初步核实 这辆校车核载52人 实载46人 截至13号2点30分 事故死亡人数15人 然而都市城报官方微博的消息指出 中心小学校车实载71人 实在周报的官方微博也报道 车上载有1到6年级学生71人 报道里说是5个 网上学类的时候不是的人 所谓安全校车相关技术标准 早已制定并颁布实施 2010年7月1号颁布的 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 客车安全检测中心碰撞实验室主任李涛 是主要起草人 他说当时参与制定的有国家客车品质监督检验中心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还包括多家客车生产企业 但条件颁布了一年多后 校车管理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他只能说技术标准好定 可执行却是另一码事 11月16号 甘肃幼儿园校车车祸导致21人死亡 12月11号 中共国务院法治办公室紧急公布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 12月12号 又发生江苏丰县校车策翻事故 民众不禁要问 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一再的重演 有汽车业者表示 全中国有中小学生1亿8千万 如果以美国50%的学生乘坐校车计算 将有9千万学生需要乘坐校车 以一辆校车20到60座计算 全国需要的校车最少也要150万辆 如果以每辆25万元的价格计算 校车经费最少需要3750亿元 11月27号 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 将通过财政支柱 税收优惠 鼓励社会捐赠等方式 支持农村地区提供校车服务 对此不少网友反映 当官的少摊点 对外少捐点 省的就够用了 那么这次温家宝 他在半个月之前提出来 就是说要做一个校车的 管理的一个安全的条例 但是这个条例里面 对钱的问题 仍然是没有交代清楚 只是说由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分担 那么很可能 就是说这个条例 仍然不会落到实处 救护车刺耳的警笛声 划破了极尽的夜空 有网民发表评论说 甘肃孩子十股未寒 捐赠马其顿校车 余波未消 新班校车条例 墨迹未干 今晚徐州丰县首线诊 又一次发生校车惨案 新唐人记者 长春 黄荣 薛丽 采访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马其他人